好 现在说一下调节这个压条的盒子的高度 如果这个盒子的高度高一点的话 我们调这里 这里松开 看一下啊 这个盒子现在刚好压住的 把这里松掉 松掉之后这里可以翘起来 如果你的盒子比这个 比现在这个盒子高一点的话 你就翘起来一点点 翘起来一点点之后再把这里锁住 然后这里就高一点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里是调节这个压条的盒子的高度 应该这个压条是刚刚压住这个盒子的 盒子的长度 放一下啊 盒子的长度 现在这个宽度是刚好 这个长度刚好 这个盒子刚好的 现在这盒子应该是一百 应该是八十多的吧 如果这盒子变长一点的话 调哪里 说一下 半手来 刚才我那个半手拿过来了 这里 调节这个螺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左边是长 右边是短啊 我现在摇一下啊 我现在往左边走啊 往左边走 这里拿一下过来 好 我现在一直往左边走 往左边走 好 变大了 你看到没有 如果就是说这盒子长一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往左边摇 好 变大了 你看 再变大 变大了 这是反方向 我们现在收回来 变短一点 刚好收回来 调到刚刚好 把盒子夹得差不多就行了 不要打得太紧了 怎么样 好 刚好夹住就可以了 刚好夹住就可以了 哎 哎 哇 谢谢大家